以平常心看世界 以欢喜心过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听幸福心语 有些人很复杂 有些人很单纯 无论性格如何 他一定对人敞开过心扉 若是有人防备这个防备那个 不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 就是完全不是个正常人 对外人防备正常 若是对家人防备 毫无袒露心扉之举 那真是含了家人的心 吴大爷今年74岁 大概在七年前 大爷被儿子接到成立养老 因为家里没地方 便把老爷子安排在附近租的房子里 为了不让儿子压力太大 大爷要自己交房租 房租不多 但对于岁数大的老人来讲 还是有些压力的 可住了七年才发现 房子是儿子的 这让大爷十分崩溃 下面是74岁吴大爷的字数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的心凉透了 原来我交了七年的房租 房主居然是儿子 刚开始知道这消息的时候 我还震惊的不敢相信 直到后面我问了朋友 才恍然大悟 这个混小子居然瞒了我七年 平时又哭穷又说自己不顺的 到最后还有这么大手笔 关键是他居然防着我这个亲生父亲 我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 事情还是要从七年前说起 那时候我在农村生活 老伴刚刚去世 我一直没能从悲痛中走出来 总是想着许多往事 想的泰德其实不好 人容易变得多愁善感 那段时间我很难受 饭也吃不下 时间长了 身体也不好了 发展到后面 我大病一场 险些没跟着老伴一起去了 还好最后挺得过来 只是这是惊动了儿子 原本我还打算在农村孤独终老的 但是到了这份上 儿子也不敢冒险 把我一个人扔在农村 直接把我接到了城里去住 刚开始是在儿子家里 但实在有许多不方便 且不说两个孙子跑来跑去的闹腾 就是那洗衣做饭的亲家母 也让我觉得很不适应 睡了几天沙发 我终于受不了了 跟儿子说了要回去 他却不许叫我多等几天 后来他拉着我的行李 直接给我送到了挺偏远的地方 带我进了一栋老小区 上楼拿钥匙开了房门 里面便是宽敞的三十一厅 当时我还那么问他这是咋回事 他说这房子以后给我住 那时候也怪我老师 直接问了一嘴 是租的吧 你看看这是干啥 还为我专门租一套房子 没啥必要 这得多少钱一个月 儿子眼睛一转 顺嘴跟我说了句 每月一千五 水电另算 还好 听他这么说 我当时惊得不行 这一个月一千五的房租 儿子压力又这么大 以后可怎么得了啊 我拎着行李就往外走 坚持不足 儿子却不许 说钱的事情 他来想办法 最后没法子 我还是住下了 但住的时候 确实寝室难安 一想到儿子赚不到多少钱 还养着一家子好几口人 还得交我这一千五的房租 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吧 便想着为儿子分担一些 当时我也年轻 才六十七岁左右 找点活干赚点钱 还是没问题的 后面我去了楼下一家饭店后厨工作 干了没几天 累得我腰酸背痛的 老板怕我出事 给了一笔钱把我打发了 后面我又去了一家什么环保公司 跟着人家修建行道书那些 本来工头看我岁数大 不愿意要我 我是求爷告奶奶的 终于让我上岗了 工作很累 赚得还可以 每月有四千多块钱吧 好的时候甚至有五千多 原本我是打算 给自己的帮租交了 再留下一些养老 谁知儿子的情况却很差 几乎每天都跟我哭穷 说公司效益不好 赚得少了 又说孩子去兴趣办 压力太大 见他这个样子 我心软了不仅给他一千五 让他交房租 更把其余的钱都给了他 自己只留一些吃饭的钱便可以了 而这样的生活 一过就是好多年 我的工作虽然一换再换 但连儿子的钱始终没有少过 该给多少绝不含糊 在我看来 家人就是家人 是不能存隔阂而互相防备的 我有多少钱 一定告诉儿子 儿子有多少钱呢 估计也会如实相告 所以说租房的事情 我是交给他一手操办的 自己从来不管 儿子每次跟我说缺钱 我都当了针 总是把自己的辛苦钱给他 这样的生活 我一过就是七年 等到自己岁数大了 我也干不动体力活了 就在附近找个保安的工作 工资不高 一个月正好一千五 但管一日三餐 也还不错 为了显得年轻些 我把头发都剃光了 走路挺直腰板 就是为了让老板别嫌弃我 能让我多干两年 本来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着 谁知后面发生一件事 让我彻底看清了儿子虚伪的一面 原来我交了七年的房租 而他本来就是房东 不仅要拿着一千五的房租钱 更要敲骨洗碎 把我炸得没有一丝余钱 才肯罢休 那天我休息 正在家看电视呢 却突然停了店 当时我就有些恼火 因为那电视节目 我还是很喜欢看的 等了好一会儿 这店也没有再恢复 我有些着急了 便给儿子打电话 想让他把店费交一下 可电话打了好几个 儿子却始终没接 我终于有点受不了了 正想走到门外散散心 却看见了外面门上贴着店费催脚单 平时这玩意都是贴在单元门上的 这次不知道为啥 直接贴到我们家门口了 看着催脚单上的信息 我顿时有些猛 想阅读一下 那表格上的字 却好似蚂蚁一般乱窜 本来我都想等儿子的电话了 但看到那催脚单上的信息 却赫然看到儿子的名字 刚开始我还没当回事 等到后面才猛然想起 既然是租的房子 为啥交电费用租骨的名字呢 当时我就有些奇怪 刚要去下面的管电费的问问 儿子的电话就打来了 而后顺利的交了电费 我又能看电视节目了 因此我也就没有再多想 只是那单子 无意之间揣进了我的兜里 次日去上岗换衣服的时候 我从兜里翻出了那张催脚单 恰好同事是个小伙子 我就叫住他问了一下 问为什么交电费写租户的名字 小伙子也很诚实 直接跟我说 大部分都是房主的 不可能写租户的 听他这么说 我当时就被吓得脸色惨败 莫非我交了七年房租的房子 是我儿子的 而所谓的房租 也根本就是子虚无有 只是单纯送了儿子钱 可我平时又不单单给房租 一千两千的贴补多了去了 给了这么多钱 他却还在 哭穷 我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那天上岗我都心不在焉的 总觉得有些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不禁想到前段时间过节 儿子似乎带着一家人出去旅游了 怕他钱不够 我还给支援了一千多 想到那次旅游 我还以为是儿子儿子压力太大 简单放松 直到现在才想明白 人家不缺钱 为啥不能去呢 但事情终究没有被验证过 万一这个适者房子 真是儿子租的呢 我也不敢下定了 于是趁着后面有时间了 去儿子家里的时候 偷偷套他的话 谁知儿子十分敏锐 怎么套话都不说 最后反而问我来 他这种态度 我彻底的生气了 一拍桌子站起来 狠狠的瞪着他问 问那房子到底是谁的 儿子被我这一下 立刻泄了气 不再狡辩 灰溜溜的承认 说这房子确实是他的 还跟我解释 说当初没想瞒我 就想卖卖惨 博取同情 谁知我竟要给他钱 听他这说 我真的气疯了 没想到这房子还真是他的 亏得我整天造出晚归的干活 赚到的钱一分 不敢多花钱给了他 可是现在呢 居然是这么的结果 我十分生气 儿子赶紧道歉 说要把那钱还给我 我气得不行 差点被过气去 还是被儿媳扶着 到了沙发上缓缓才行 休息了一会儿 看见儿子儿媳的 歉意的目光 我又忍不住心软了 想想也是 我没啥能耐 帮儿子娶了媳妇 却没给买房 到最后还得靠儿子自己努力 如今住了人家的房子 给点房费 似乎也说得过去 是男儿就有男儿的责任 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客观的因素 就将自己的父母 岂之不顾 人在做天在看 世事无常 天道好轮回 我们所做的一切 总会得到自己应有的一切 父母养育我们 从未嫌弃过累 嫌弃过脏 嫌弃过苦 一把屎一把尿 将我们养大 相心比心 是男儿是该反省自己了 那你自己的父母养育 因为我孙养育 他自己的父母养育